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春末夏初 萤火虫为台湾郊野 终点着最美的夜色 台湾全省各地 只要符合 抬头看有树 空气闻起来潮湿 周边没有路灯 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地方 晚上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萤火虫 宁静的夜 欣赏点点荧光 是人们渔夜的体验 对萤火虫来说却是挑战 因为它本来只能 短暂的生命一个多礼拜 它只能利用这一个多礼拜的 短暂的时间来求我 但是你今天一来 干扰到它 它要夺你 所以它就可能 就失去求我的机会 在公共场域的自然环境 想赏营又怕打扰萤火虫 可以这么做 我们希望让这种赏营活动 大家开始回到 萤火虫本身 不是只是我们自己的 那个感官的刺激 四月底 五月初的夜晚 是凉爽舒适的 萤营就是这样子 很幽静 那种氛围很舒服 所以这是一个溪沟 对 对 对 一个溪沟 这边其实因为有水的关系 所以有一种特别的萤火虫 宝玉类这边也有 月亮好亮 不经意间 萤光缓缓地从右暗处飘了出来 你看那林子里面 几十只楼 都有几十只楼 因为我从发光目的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沟通跟球 它们的光 就发光的方式 比如说颜色或者说频率 发光的频率这样子来辨识 飞客般出身的陈灿荣 原本的专长是蝴蝶 年轻时发现 藤外萤火虫的资料非常少 转而投入研究 他经常一个人在夜间 拿着材质特殊 而不会伤害到萤火虫的网具 进行调查 来吧 借用你的灯 在我的网子上 这种萤火虫它叫黑赤银 我们因为它后来发觉到 它是会营署 所以新的名字叫黑赤会营 萤火虫的陈虫 它的寿命一般来讲 大概平均 大概都是一个多礼拜 到两个礼拜之间 所以有些人会讲说 大概十天左右 萤火虫要经历软 幼虫 咏 陈虫四个阶段 幼虫吃蚯蚓或蝸牛 雨化后的陈虫只吸食 露水或花蜜 在这个阶段 萤火虫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 找到伴侣 所以一般我们在外面看到 现在在飞的这些萤火虫 99%都是供的 那磁虫因为有的是不能飞 还有的是可以飞 但是因为要缠暖 肚子要负重 所以不想飞 都躲在下沉 有植被的边坡或路面 是磁虫的活动区域 容易被游客误采 其实赏营是需要空间规划的 一个理想的一个生态旅游 它所使用的空间的场域规划 应该就是把它分成三个区块 一个就是观赏区 保护区跟中间的缓冲带的缓冲区 这样子 以这个地方 这个社区的例子来看 这条很明显 那个水泥路面就是我们的观赏区 已经铺正水泥了 已经破坏掉了 所有的人的干扰都在这边 汽车 车辆都干扰都在这边 那萤火虫的保护区会在哪里 就在上面这个菜园的后面 这一段 这段有落叶层 还有这一段其实就是有某程度的观赏区 这样的空间规划在私人农场容易落实 但在竟然野地往往无人管理 那像我们现在走这边 旁边这边有野稀 相对它潮湿 然后也很多的 它的副生物就是小蝸牛 这些非常多 所以这边就很多 它生活环境就是喜欢潮湿 越潮湿的地方 然后有野稀 它就很多 在南投县鱼池乡有一处赏医境 每年初夏吸引许多游客到来 之前我们这边社区发展协会这边 就是会有办赏银导览的部分 这两年因为经费的不足 所以就没有办理 那现在就开放给民众自己 自行参加 自己来走这样子 为了抵达这个秘境 天色越岸 越多游客走进产业道路 在产业道路旁的一处湿地 聚集了数量可观的萤火虫 在黑暗中像是洒落的星星 因为道路宽度足够 加上有附近的露营业者引导 比较不会有游客踩踏边坡 或闯入核心基地的情形 前来的游客也会以包上 红色玻璃纸的手电筒来照亮路面 但红光就能降低对萤火虫的干扰吗 长期参与萤火虫富裕的吴家雄博士 从光的扑长来分析 用传统的无私灯帽头电筒 它的波长是比较偏黄 偏红的 所以说加上红色玻璃纸就非常有效 但是现今的白光LED灯 其实是由蓝光的LED 蓝光的波长大概差不多是在400多左右 大概就是要用四层的红色玻璃纸 四层的意思就是一张红色玻璃纸 对叠 折叠两次 产生四层 然后把它照在LED灯手电筒上面 才能够有效地减少蓝色光 吴博士建议在天黑前抵达赏影点 赏影时不要开灯 才能把光的影响降到最低 因为光会影响萤火虫的配对 过墙的人工光源 事实上会干扰到萤火虫的求有行为 这的确是没有错的 因为过墙的人工光源 当它亮得比萤火虫自身的光 还要在更亮的时候 的确是会干扰到萤火虫它的交配 甚至会让萤火虫 它想要去逃离那样子的现场 想减轻干扰 基隆市七堵区的友人社区 尝试坐着赏影 随便坐是不是 对对对 随便坐 你们自己位置要怎么瞧 穿越采煤矿时期留下的隧道 让游客拿着椅子在隧道口坐下 眼前蜿蜒的步道引导视觉 这条小径从前是矿坑工人行走的路径 后来旁边开辟了产业道路 渐渐的用路人少了 干扰也少 加上旁边有野稀与天然植被 因而成了萤火虫秘境 萤火虫在羽化刚出来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供的 母的就是在步道两边的泥土上面做土检 所以当一群人去来干供的萤火虫的时候 事实上就把那些母的萤火虫踩死了 你现在看到四只咱能配一只母的 结果再加上赏银的人口 假如我们没有那个管制的话 它就会产生一个悲剧 就是它每一年每一年的萤火虫 虫光会越来越差 游客在天黑之前就定位 等待天色静暗 主角上场 这个整个溪谷都是萤火虫在赏 我们觉得坐下来看萤火虫 是可以让我们沉淀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欣赏萤火虫寻找伴侣的优雅飞行 静静地与它们合影 我们如果是站着看萤火虫 因为我们会走动 而且我们比较高 我们在看的视角是往上 从上往下 我们在走动的时候产生气流 你会注意到我们在赏萤 萤火虫都会散开来 慢慢会躲我们 可是当你是坐下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你静静地静地 你会发现萤火虫会飞到你身边周围 甚至有的会飞到你身上就停下来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往里面走 就无需打开手电筒 避免光的干扰 避免游客踩踏到磁虫 也减少游客因为路面湿滑而跌倒的风险 对萤火虫与游客都好 接触秘境是基隆市政府公开招标的 萤火虫浮育区 基隆鸟会在2022年得标后进驻 顺应当地的环境特性以及保护萤火虫的目的 设计了这个赏营模式 市政府在2022年有个标案 他就是要做萤火虫 也就是说这个棋地已经会被公开 然后它的可及性太高了 因为你公车下车就直接可以进来 所以只要没有管理 这个地方就是很快就回来 在公开的场域想维持这样的模式 沈景峰认为需要社区居民就近守护 以及公权力的支持 因此基隆鸟会进驻后 整理当地的矿业以及资源 培训社区解说志工 规划游程 希望借由赏营来活络地方 同时也计划推动自治条例 公有的地 未来就应该要有一个规范 所以我们可能会请市政府 他去订一个萤火虫富裕区的自治条例 未来他可以请当地的社区 比如说有一社区跟有二社区 来管理这块基地 让它可以永续发展 假如说自治条例通过 政府就会赋予某些公权力 当他们的后盾 他们就可以去维医管理这一块 他可能可以收一些费用 比如解说导览跟清洁费用 如果有些人不听 政府就有罚则可以处理 这样才能够公平 要不然说我们大家都怪怪在这边看 有的人职业要进去要怎么办 私人农场的环境与萤火虫资源 有业者尽心维护 公共场域的萤火虫 没有借骨保护力量 基隆鸟会提出的模式 希望让赏营更友善 也为公共场域的资源管理 提出一个新的可能 自治条例里面它会有一个 富裕区的指定的标准 你只要被基隆市政府指定为 引我从富裕区 那么它就可以依照里面的 条例里面的一些规定下去走 它是说有一个工权力当后盾 我们要劝导就比较方便 我们就第一批五个人跟着我 我们去转角看一下里面的 因为大家就很有种 里面到底什么样子 对不对 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点点围光在眼前飞舞飘荡 不只是一种娱乐 每一次与萤火虫的接触 也可以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虽然是有干扰到 但是就是把那个干扰降到最小 然后利用这最小的情况下 来做游客的环境教育 对尊重环境 尊重生命 这样的一个教育 在下一个萤火虫季到来的时候 天黑前提早到达赏银地点 保持安静 不要开灯 不要踩踏萤火虫的气地 让我们学习 以最小的干扰与萤火虫相会 小第二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第二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